刚刚是一样大小,不然我们在用不一样,比如说我今天在画一个圆柱,用圆柱50,然后往上100好了,假设这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在上面,在这里挖一个洞 挖洞,我们之前也用过什么,最简单是用按拉,按拉是最快,但是你按拉要必须怎么样 先画一个在这个中心点,我们要抓这个中心,而且要在这个面上面,抓到一个中心点 在这个中心点上面我们做什么,做按拉的动作,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这样做,我要直接在这上面做个圆柱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旁边画一个圆柱,我希望这个圆柱搬到这里,搬到这个中间 再把它插击掉,也是一样挖洞,比如说它的半径50,那我现在就给它一个10好了 10,然后它的高度的话,往下好了,比如说这个高度,只要大于它就好了 它100,那它150好了,OK 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搬到,搬过来,那搬过来的话,有2D的,也有3D的,不过这里我们用3D,慢慢的话,我们要习惯3D移动 移动的方法,其实也非常简单,移动,选它,按空白键,基准点,找到中心点,移到哪里呢?移到这个的中心点,有没有看到?移到它,OK之后,对不对? 那如果把它挖掉的话,大概2合1连击,很简单的